众所周知 诸如拳击和散打一类的搏击比赛危险系数都很高 虽然规定料不能击打要害部位 如后脑 颈部 裆部 但在激烈的比赛中 难免会发生意外 运动员一旦被击中要害 轻则晕倒 重则丧命 上官鹏飞 常看散打的朋友 对他一定不会陌生1988年出生的上官鹏飞走上搏击之路的理由很简单 小时候他看廖少林武僧的武术表演之后被深深蛰伏 从而不顾一切的开始练武 参加过河南散打队 获得廖大大小小的诸多奖项 2009年 他在武器散打联赛中战胜廖董传超获得冠军后 声名大阵 有着摩修罗的称号 2011年10月31号这一天 上官鹏飞与来自武警队的崔飞在中国武术散打工夫王争霸赛的一场 80公斤级半决赛中相遇 崔飞在第二回合中连续使用摆拳从后秒级打到上官鹏飞的后脑 这种出拳是拳击比赛中明令禁止的 上官鹏飞就是被这种黑拳打晕在擂台上 在紧急抢救后 上官鹏飞才缓料过来 但也仅仅只有自主心跳 脑部没有任何反应 对它的差异 之后 感谢 现在 看 看看 看